2016-2017赛季的欧冠八分之一决赛,巴斯塔在主场6-1神奇迷转的大巴黎,赛季结束后,大巴黎就直接砸了约金带走了内玛尔,这被外界看成是对巴斯塔的一种抱负,可能出来混吃早是要还的。 就在一个赛季后,巴斯塔在欧冠淘汰中被罗马队指入姓淘汰出局,不少人在等着巴斯塔像大巴黎一样,赢不了你就拆了你,这不巴黎还未到,巴斯塔出手了。 不过巴斯塔并没有要购买罗马队的球员,而是矫直,就在今天罗马队原本已经和波尔图的马尔科姆已经达成协议,球员已经准备到罗马队体检报道。 这时候西班牙媒体传出消息,巴斯塔突然提供了5000万欧元的报价,这比罗马要高出不少。 波尔图随之反悔,叫停了球员转会,但根据知名记者迪马契奥的说法,球员还是更想加盲罗马。 但是目前面对俱乐布施加的压力,球员的去向有可能发生改变,如果外媒报答准确,巴斯塔的确是要拿下马尔科姆,并最后球员同意加盲。 那么巴斯塔对中的邓贝莱就是直接受害者,因为马尔科姆就是踢他这个位置,邓贝莱花了巴斯塔1.05亿欧元,才获了一个赛季就寻找替代者,的确有些藏剧过急了。 刚过去的赛季,邓贝莱大部分时间都在养伤,生育归队以后,也没有太多的上场表现机会,所以考察他是否能配得上巴斯塔主力位置,怎么也得到下个赛季,通过表现才能得出结论。 球迷们也很慢慢,为什么巴斯塔高层和主教练,如此看不上邓贝莱? 当初巴斯塔肯定花超一亿欧元的价格满入他,就说明看中了他的天赋和能力,虽然在私生活方面,等贝莱还太孩子气,愿意去夜店,也很叛逆,不太服管教。 不过一名球员有自己的个性并不是什么大问题,只要能在场上提出音流的水平就可以了,马尔科姆虽然在波尔图表现得不错, 但是从把贾到西甲能不能适应还存在疑问,通过以往的数据来看,马尔科姆也没有强盗,可以直接把灯贝莱顶替掉的水准,就不如再继续选择相信灯贝莱,他今年才20岁,只要能踢出来,巴斯塔未来至少10年不愁,也许巴斯塔在罗纳尔迪尼奥,小罗之后,对夜店和不服管教问题非常的看重。 颠崩时期的小罗拥有球王的牵制,可惜私生活毁了自己,颠崩期也转载而逝,所以巴斯塔不希望后来人再这样。